拍拍拍拍 这是装甲车 第一次在现实里面喊到这碗 出事出事 出事故的 怎么了 诺口给堵了 各位 决绝了 怎么了 天气更加热的 然后呢 它明天早上才会开放 加蛋吧 那怎么走啊 我们只能在这里待一晚上了 早上好朋友们 这是我们冰岛自在游第五天 早上6点半起床 算是这次旅行最早的一次了 吃了减餐之后在黑夜中一路狂奔至瓦特拉冰川 从我们住的地方维克小镇到达集合地需要两个半小时 第一次在冰岛开这么久的时间 臭小的是我们在路上竟然碰到了一起住在酒店的印度邻居 他跟我们也是一样前往参观冰川 开了两个半小时后终于抵达 在大本营等待集合的同时 远处眺望这些冰川已经觉得震撼不已 你三个人吗 对 对 要飞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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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导游开的是超级吉普 super jeep 轮胎直径高达46寸巨大无比 自带冲放器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第一次是在越野路书节目组在跨越冰岛那一期节目里看到 配备这个功能很简单因为冰岛的路况复杂大脚车为了适应路况需要及时调整胎压 但是由于温度太低因此衍生出了自动冲放器系统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10分钟之后我们的大脚车就下到了越野路上 站得非常颠感觉就跟碰碰车一样而这种情况要坚持30分钟 黄总要下基地考察了 必须的 我们新的工程项目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的工程项目 哎呦被等了 我们今天要去看黄总新的工程 所以我们戴上这个工程帽 然后出发了 我们今天来到了瓦格拉冰川 瓦格拉冰川是欧洲最大的冰川 8700平方公里 这是我们的吉普 我们待会就要进洞 这样 先把防滑靴 防滑链给穿上 我们车都没有防滑链 脚件用防滑链 红胖挺可爱的嘛 不过这个防滑链真的非常有必要 不带的话第二天在黄金圈的悲剧有可能会重演 黄总来介绍一下今天你的项目 红包公头 来自这个冰川探险 然后我们准备往那边进发 然后这边以前都是冰川 由于气候变了 这边开始稍退了 我最喜欢的 冰淇淋 非常好吃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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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是冰淇淋 哇 咖咖咖喽 咖咖咖咖咖喽 我们现在就要前往冰洞了 大概要走30分钟这个样子 不过我们现在穿了这个雪链 所以还好 没有雪链真的要倒了 应该就是前面那种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冰山洞吗? 我们现在要去冰山洞吗? 这些是冰山洞吗? 这些是冰山洞吗? 这些是冰山洞 我们现在真的在走在冰上 不认识应该是一条小河 走在冰上感觉太棒了 带着这个血练 这看来像一个河 是冰山洞吗? 是冰山洞吗? 是冰山洞 我们已经走了有15-20分钟了 很快我们就要到达瓦特拉宾川的一个洞穴了 这个洞穴刚问导游 其实很多电影都在这里拍过 因为我来这里就想到星际穿业 星际穿业还真的是在这里拍的 就是他们去卷救马特戴蒙的星球 就真的超级香 我觉得如果走在这个冰川上面 就觉得太壮观了 不过我们并没有购买那个冰川的票 你看前面就是冰川 非常巨大的 还有震撼的 人类跟它比起来真的太渺小了 导游说这个星际穿业就在后面的这个山那一排的 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冰川上的徒步 我们是去看冰川底下的那个冰洞 所以反正应该都比较有意思 我们是去看冰川上的城市 看冰川上的城市 我们是去看冰川子 好好的 好好的 好棒 好好的 行 冰岛东南部的瓦特拉冰川是欧洲最大的冰川 占冰岛国土面积的8% 2019年瓦特拉冰川国家公园 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 抵达瓦特拉冰川地下震撼无比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一座山 而实际上全部由冰祖神 进入内部更加震撼 巨大的冰原形成的蓝色穹顶 如同被冻结的天空 而又如此的触手可及 站在这千年的冰川地下 不禁让人感触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生命的目的又在何方 沧海桑田可是大自然依旧在这里 不好意思扯远了 各位这个就冰洞非常炫酷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里非常的高 整个这里都是蓝色的 千年的冰就这样子 太酷了 本来以为没有机会 但是现在导游带我们走上了这个冰川 因为一般人走就都走在地上 但是你想走这么大一块冰 真的是难以置信 瓦特拉冰川广袤无垠 走面积达8100平方公里 冰盖最后处可达1000米 平均厚度也在500米左右 在全球变暖的大潮下 瓦特拉冰川虽然也在逐渐消融 但其速度却远比朗格冰川 米尔达斯冰川缓慢许多 好了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参观完了 待了有半个小时 对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今天的这个集地之旅 基本来说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就坐夜车回去了 奇怪的是在这个冰冻里 反而没有那么冷 没有想象那么冷 怎么样洪总 我是发型 感觉变得很平的样子 所以大家不要误了 这里的风险 有一个风险 然后它会变得更糟 它会变得更糟 当时听到司机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并没有特别注意 因为当天的天气非常好 但没想到后续的行程被完全影响了 所以可以教我一些基本的 Icelandic语 好的 大家 我们已经回来了 我们要教你一些简单的语言 第一个是TAK 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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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谢谢 哦,谢谢 然后我们有YAU YAU YAU是YES NAY NAY是NO NAY 我们现在要走下去 然后看一下冰川的样子 我们还可以摸一摸 洪总,还可以摸了 结束了冰川的探险之旅之后 我们继续北上前往蝙蝠山 顾名思义就是从远处看起来 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蝙蝠 可惜我们到的时候 它已经落山了 而且风雨交加 感觉这个天气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 我们现在就在蝙蝠山 后面就是蝙蝠山 不过我们现在在山脚下 所以看不太清楚 然后背后落日 马上就要落日了 现雨夹杂着冰雹 所以有一种死痛感 应该是在那边 现在还变得被冻成了之后 巧克力快了 所以把状态说什么也听到 今天的话现在来到我们今天行程的倒数第二站了 我们来到一个小镇叫Hoff 这个小镇是以龙虾为著名的 所以我们来了这个店上最有名的一家餐厅 叫Pakush 1932年Pakush 这个名字叫Hoff小镇 其实是我们悟打无障来的 因为我们本来是经过路边的酒店 想随便找个地方解决晚餐的 但是呢 他们6点才开放 我们4点钟到了 所以要等两个小时 这个小镇因为龙虾而著名 而这个餐馆是小镇最著名的餐馆 其实在冰岛的时候已经算是蛮大的了 而且龙虾的味道确实不错 特色龙虾料理 味道确实不错 推荐人均50英镑 吃完饭我们终于要前往我们的民宿了 因为老夏明天就要坐飞机返回英国 所以我们明天一定要赶到雷克雅艾克 于是我们今天晚上必须要在民宿住一晚 但是这个民宿距离我们现在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而且完全是在漆黑一片的情况下赶路 因为冰岛4点钟之后就完全天黑了 出事出事出事故的 怎么路口给堵了 什么情况啊 各位 解决了 走了 天气更加恶劫 然后呢 他明天早上才会开放 这蛋吧 那怎么走啊 我们只能在这里待一晚上了 真特了 我必须走 走不了 他让我们自己找一个accommodation 或者是在这里待着 这么明天早上改路呢 这还到几点到首都 大概要五个小时 玩个锤子老夏你死个儿了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到首都了 对 从这开是吧 对从这 看 本来我以为今天已经很刺激了 看过了冰川 但没想到现在才是最刺激的部分 因为封路了 一问警察在这儿有暴风雪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进行了 不过我想到一个骚操作 前面有个酒店 于是我告诉警察我们住在前面 他们就放心了 于是我们顶着暴风雪前行在冰岛广袤的一号公路 可惜我低估了气候 风大到车子被摇得晃来晃去 接着雪越来越多 最终我们的速度越开越慢了 这种错详 这种车的东西 在这条完全漆黑的公路上 连续开了一个小时之后 终于我们见到了远处亮起的车灯 We make it guys We made it 这是啥呀 这个警察来了 这是我们从Boss那个号码跳出来 够口就是够口 给我们让路 这是装甲车呀 拍拍拍拍 这是装甲车 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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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车带亮 不行 车带亮 不行 车带亮 让我们走啊 我们可以装甲车 谢谢 谢谢 花了三个小时终于抵达我们的项目 但我想这么恐怖算了还是得坚持下来 好了各位 我们现在开了几个小时车终于抵达我们的都 Airbnb真的是荒郊野岭了 而且现在下着很大的雪 我们的房间就在前面 但是现在估计 看不清 开门那一刻一切都值了 非常温馨的地方 哇 so nice man this is 开灯 这是我们的房间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政府 我觉得非常值得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 花了历经千辛万苦 首先被警察拉上来 让骗警察 我们订了酒店接着我们又在路上遇到暴风雪现在各种暴风雪最终安全地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房间 这是给洪总住的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 就是给 我们俩住 我觉得 在冰岛我们真的什么都碰上了 有这个 该看的全都看了 还碰上了 本来以为没有暴风雪 因为天天暴风 但是我们现在又碰上了暴风雪 所以看一下明天期待会是什么 明天我们回到雷市 转转 雷市还没有转过 所以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